现在我们谈完了第一 谈完了热机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看 什么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 它不像热力学第一定律 可以用一个方程式把它表示出来 它不能表示 它产生的原因就是说 当我们在制造热机的时候 发现我们做的引擎 它的效率很重要 比如说引擎的工厂 要生产引擎 你一定要最有效率的 人家才会用你 所以这个老板 就叫他下面的工程师去研究 怎么样把我的引擎效率提高 我们刚刚讲那个 汽油引擎效率不够百分之六十 对不对 那这个距离百分之百太远了 这老板不高兴了 你给我再提高 提高到八十九十 他都不满意 就叫百分之百 所以这些工程师 缴尽脑汁 就是没有办法 产生百分之百的 这个效率 好 那他就想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不是不努力啊 努力了还是做不到啊 那他就想可能就是说 根本就不可能到达这个 这么大的效率 什么原因 他要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 可以说服他的老板 对不对 那就不要每天这么逼他 好 那么这些工程师啊 科学家就去到处看大自然 因为这个隐形是人做的 大自然像一个动物 也算是一个机器啊 对不对 也算是一个机器啊 它也需要有能量的进入 然后把这能量吸取以后 做化成工 然后生下的一些排出来 不管动物植物都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他拼命看这个大自然 他就看到两个现象 一个就是说日耳会从高温传到低温 自己就会穿到低温 还有就是 机械能可以全部变成功 变成热 功可以变成热 但是热呢 不能全部变成功 不能全部变成能量 只能部分变成能量 看到这两个要点 看到这两个要点了 就是说一个系统的状态 会自然的从有序装变成无序 你看高温的时候 这个气体分支动得很快 低温的时候就比较慢 这个就比较有序 这个比较没有次序 越高越乱 越高越乱 所以我们就 总而言之 这个就可以表示什么东西呢 表示是 自然界会从有序 自然的转变为无序 而不会从无序 自然转变为有序 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义 因为你看 当我们盖了一栋房子 很漂亮 这花人力 去把它建筑起来的 可是来了一个地震 大自然的 滑了 或者说你经过好多好多年 风化了 这个房子会老 它自然就坏掉了 垮的时候满地的砖瓦 乱七八糟 它盖起来的时候好漂亮 对不对 那么一栋房子会自动的 它自然的关系 自然的就会 变成满地的砖瓦 从有序 变成无序 当你的地震完了以后 你的房子塌了 那你要怎么办 你再盖啊 对不对 再花钱啊 再盖一栋啊 你不能说不要 不要盖了 花好多钱 我慢慢等啊 我等下一次大地震的时候啊 那一震就把我这个满地的砖瓦 用个震 震的变成一种阳楼 比以前的更漂亮 可不可能啊 那不可能的 不可能 有序可以自然变成无序 无序不能自然的变成有序 当我们 刚刚做好的一根铁钉 亮晶晶的 它是纯铁的 纯铁 然后我们不小心掉在地上 在外面的地上 你能不能理它 风吹雨打 它就生锈了 生锈以后就是说 这个铁跟水跟空气化合以后 变成氧化铁 锈成一堆 纯铁可以变成氧化铁 那就是 它里头的分子就比较乱了 它是一根生锈的铁钉 你不会不会说 我把它捡回去啊 说不定哪一天 它又变成新的铁钉 可不可能 这不可能 大致上好多这种东西 像你种花 花开 花谢 人呢 生老病死 这个过程呢 都是从有序 变成无序 这不可逆的 不能回来的 你不能返老还童 绝对不可能 所以说大自然就好多 像这种过程呢 它就会从有序转变成无序 可是它不会啊 自己从无序变成有序 那么这个就是第二 热力学第二定律 它是单向的 它的进行是单向的 只有这个方向 没有另外一个方向 整日 会从高温传到低温 这个我们人都会用它 现在冬天到了 好冷 有的人就怎么样呢 觉得脚好冰呢 晚上啊 就拿一盆热水 把脚抛进去 那这个热水里的热量啊 就从比较高温的热水 就钻到皮肤里头去 就跑到身体里面 跑到血液里面去了 然后慢慢慢慢的 血液的温度就变高了 你会浑身觉得很暖 水那就变冷了 就是这种现象 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大自然不是这样子的话 热也可以从冷 便跑到较低的温度 跑到较高的温度 这在热力学看起来 没有什么不可以 反正有热嘛 冷水里头也是有热嘛 有一部分热 跑到较高温的地方去 像你这个 冬天 我用没有热水 我用冷水来泡脚 结果你过一会儿 冷水里的热量被你吸了 你觉得浑身好舒服 这冷水就结冰了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不可能的 不可能 你不信你去试试看 这种状况不可能 那因此呢 大自然就好奇怪 什么都好多一个过程 都是单向的 从有序会变成无序 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就是说 这一个定律 就是有的过程 就是不会发生 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 它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它就是不发生 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那么这个第二定律 我们不是用方程式来表示 用这两个陈述 这两个陈述很重要 你要记一下 一个是Blank and the Calvin Statement 普兰克 凯尔文的陈述 他说什么 我们开个读 人不可能制造一个理想的热机 这理想的热机 他从单一的热库 把热吸进来 然后把热全部变成功 不可能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热不能全部变成功 这就是部分变成功 OK 不可能 如果可能的话 你看 QC是零 那么热效率是等于这个 这是零 QH over QH等于一 那你这个引擎不就百分之百吗 对不对 不可能 这种状况不可能 不可能就单一的温度 把它转变成功 就是功不能完全变 热不能完全变成功 Clausius Statement 他怎么说呢 他是用冷冻机来说 他说我们人 不可能制造一个理想的冷冻机 这个冷冻机不需要做工 你看这没有工 有人告诉你 他发明一种冷气器 不需要插电 买回来 把它放在窗户上 他就能够把室内的低温 抽出来 排到高温去 你要不要买 或者叫你来投资 他要做 不要相信他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如果可能的话 就是说 W等于零 COP应该是QC over W 那这个等于无限大 无限大 那就你有这部机器 它就可以 从低温 获得热量源源不断的进来 就是说你可以不劳而获 你不要做事 你不要做事就有能量进来 有热力学第二定律显示 热能不会完全变为极限难 故热气之效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 这些热力学第二定律显示 那这些热力学第二定律显示 那这些工程师跟科学家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很高兴啊 就跟老板说 你看 这就是不能百分之百 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热效率 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因为你的引擎 不能只吸热而不排热 他就问老板 你一天要吃饭 对不对 要吃好几顿饭 然后你才会做事 你要不要上厕所啊 还是要啊 要上厕所 你就排掉很多能量啊 对不对 所以说 效率不是百分之百啊 老板当然也就要相信了 不过他说 好 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那我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总可以了吧 那个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也做不到 也做不到 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年轻的科学家 叫做卡尔诺 卡尔诺 他就发明了一种 叫做卡诺循环 卡诺循环在热力学里面很重要 要记住 什么叫卡诺循环 用化来说就是 由两个等温过程 与两个绝热过程所构成的可逆循环 你看这个 这个是等温线 这个是绝热线 从A到B C到D 这个是等温过程 B到C D到A 这是绝热过程 什么叫可逆呢 就是说 这部机器如果这样子运作的话 它是做热机来用 如果它是这样子运作 它的路径反过来走 它做的是冷冻机 冷冻机 所以卡诺循环有这么 这么神奇 这样的一个机器 卡诺提出来 它这个机器 这个循环 像这样的一个循环 当然你也可以做 就是说相同二温差间 运作的热机 如果是卡诺引擎 就是两个等温 两个绝热可逆过程 无论你是什么工作物质 它的效率都相同 就是说TH跟TC相同的话 你只要是卡诺引擎 在这两个温差之下运作 它的效率都相当 如果你不是可逆循环呢 就是说你只能当热机使用 你不能倒过来跑 不能倒过来跑 不能当冷冻机 那么这个 这种热效率 不会高过卡诺引擎 也是在同样的TH跟TC之下运作 不会高过它 这是它提出来的理论 好 但我们现在就说 你这个引擎是这样子 你的效率是怎么样啊 效率是怎么样 热效率是怎么样啊 那以下我们就来看看卡诺引擎的热效率 实陈卡诺引擎的热效率 实陈卡诺引擎的热效率 可以用这个表示 我们现在看一个卡诺引擎 从A到B C到D 这个是等温过程 B到C 跟A到D 这个是绝热过程 它是可逆的 OK 我们家庭它当热机使用 从A到B B到C C到D D到A 效率跟一般的热效率 一样可以用这个表示 一样可以用这个表示 那我们现在就用它这个过程 来算一算QC是多少 QH是多少 刚刚我们使用什么算 Auto cycle 对不对 现在我们用Carnal cycle来算 这是等温过程 等温过程里面 Temperature keep constant 那么热力学第二定律就变成这样 第一定律 因为U是T的函数 T是常数的话 U也是常数 所以DU就是零 那么Q就等于W 那我们可以用 W等于PdV来算 我们从 Initial State the Volume The Final Volume 然后PV我们用NRT等于NRT 带进来 这个就可以画成这样子 这个积分就是Log VF over Vi 我们现在把这个 应用在A、B跟C、D上面 QH是在这个地方 绝热不会有热量的进出 只有等温的时候 只有这个 等温系统可以 QH 从A到B 因为这个A的Volume 比B的Volume还得小 从小到大 所以这个一定是正值 OK 然后C到D的 登温过程 NRTC 刚刚就是TH High Temperature 这一条 NRTC 现在是 这一条 NRTC 这个呢 它也要 本来应该从C到D C到D的话 就是从大到小 挤出来是负值 我们要的是绝对值 所以是 从VD到VC 等于这个值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热效率音 所以Efficiency 要等于这个值 那现在 我们就 看看 这个 还能够怎么样子 发解 好 我们再看 再看几个过程 等温过程 整个过程 从A到B 等温过程是PV 等于Constant 所以PAVA等于PBVB CD也是一样 PCVC等于PDVD 这都是等温过程 好 原来的决热过程 决热过程 决热过程就是 B到C D到A B到C呢 它是PBVB的 γ脂肪 等于PCVC的γ脂肪 这个就是PDVD的γ脂肪 等于PVA的γ脂肪 有这个四个式子 我们把它 左边东东乘起来 等于右边东东乘起来 就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OK 你一乘的话 这PA PC PPT 都越掉了 剩下这个 OK 好 现在我们把 把这个 你看这个 VBγ脂肪 VDγ脂肪 这边有个VBVD 约掉 就可以变成VBVD的γ-1脂肪 这里有 VA的γ脂肪 VC的γ脂肪 这里有VAVC 约掉了 就变成这个 然后从这个式子里面 大家 把这个脂肪都取掉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VC比上VD 要等于VB比上VA 所以卡诺引擎的效率 你看 本来是这个 我们导出来是这样子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值 一样的值 所以 这个Log跟这个Log 约掉了 E-TC over TH 所以卡诺引擎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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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方面可以跟 一般引擎的效率的 结果 形式一样 它可以另外写成 E-TC over TH 就是它的两个热库 高温热库跟低温热库的热量 OK 这个证明你的会 那现在我们 就来看卡诺说了 两个特定温度间运转的热机 如果是卡诺引擎 无论它的工作物质是什么 都有相同的热效率 如果不是 如果为不可逆循环的引擎 其效率不会高过卡诺引擎 我们先来看 我们把一个 两个引擎 一个叫X引擎 一个叫做卡诺引擎 这两个 放在一起 就是说这个引擎 当热机 从这里吸热 放热 一部分做工 这个工呢 就让这个卡诺引擎 做refrigerator 从这里吸热 放到这个高温的地方去 是这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假设 X引擎的efficiency 大于卡诺引擎 假如它大于它 假如它大于它 那么这个热引擎呢 它的效率是吸的 它是 给它多少热量 多少供这个笔子啊 大于这个 这卡诺引擎 因为它可以反过来做 它也是热机啊 所以它就是W 所以它就是W 被Q HC HC HC来做 OK 大于这个 它如果是热机的话 一定从这里吸收同样的热 另外做同样的工 然后排射到这里 这个大于这个 因为这两个分数啊 分值都一样大 而这个分数大于这个分数 那一定是这个分母 这个分母要小于这个分母 所以就有Q HC 要大于Q HX QHC 大于Q HX OK 从卡诺机输出的工 等于 输入卡诺冷冻机的工 这个工 是等于QHC 间的QCC 就是说 它因为也可以当热机 OK 也可以当热机 好 这个 而这个工呢 也是这边的工 所以翻就等于QHX 间到QCX 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 QHX 间到Q 把这两个 这个 这个把它这里 把这个拿过来 间的 然后呢 把这个拿过来 QCC 间到QCX QHC 间QHX 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 高温热骨吸进那个热量 间调被排出去的热量 对不对 它这是吸进来的 这是人家把它吸掉 就等于它排出去的 那这个呢 QCC 被排出去的 间调它吸进来的 那这两个热 就等于说 这边的热 这边是被吸掉的热 就排到这个地方的热 相等 低温热骨吸收的热 低温热骨被吸 被排到外面的热 那等于高温热骨吸收的热 都是Q 那这个就显示 这一具组合的冷冻机 从低温吸取热 这热Q Q 与排到高温热骨的热能Q 这应该热能Q的Q 热能Q 完全相等 这有什么 有什么毛病啊 所以有这个结果呢 就表示说 你这个冷冻机啊 不需要做工 因为它 刚刚那工是自给自助 左边的已经给右边 外界没有给它工 没有给它能量 那就等于这个系统 没有人低它做工 它可以从低温把热量 吸出来 完全排到高温去 就像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理想的冷冻机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义 这个结果 不可能存在 不可能存在 热力学第二定义就是说 你怎么热呢 不可能自己从低温 跑到高温 如果热量要从低温 跑到高温 你要做工 要做工 OK 不能不做工 因为有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就说 起初的假设不对 EX 我们假设EX 不可以大于EC 对不对 不可以大于EC 那就是X引擎的Efficiency 不得大于Carnel Cycle的引擎 如果我们把上个引擎对调 X引擎 掉到右边来 右边的Carnel引擎 掉到左边来 做热机 那么右边的这个引擎 掉到 左边引擎 掉到右边去做冷冻机 因为这两个都是Carnel Cycle 所以都可以做冷冻机 也可以 你一掉过来 我们同样就可以证明 左边这个 不可以大于右边这个 刚刚是 左边在这边 右边在这边 现在是 左边是这个 右边这个 你看EX不得大于EC EC也不得大于EX 那就一个什么结果 两个相等 对不对 两个相等 那就是EC要等于EX 所以在两个特定温度前 运转的Carnel热机 不论工作物质是什么 都有相同的热效率 那假如我们上面的这个X引擎 它不是卡诺引擎 它现在还是做热机 但是它不能当冷冻机 它可以做热机 我们同样可以证明 依据上面的过程 EX不得大于EC 左边的引擎不能大于 右边的卡诺引擎 但是现在对调 对调不可以 因为左边的引擎 它不能做冷冻机 它不能做冷冻机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能证明说 EC不得大于EX 所以我们只有这个值 只只有 你不能证明这个不能大 这个不得大于它 只有EX不得大于EC 所以 不可逆循环的引擎 它效率不会高过卡诺引擎 A 这就是卡诺引擎 卡诺引擎 你把TH跟TC的值带进去 因为它只跟绝对温度有关 我们一般 比如说一般引擎的温度 你排出来是热 是气 是室温 对不对 那你燃烧的时候是多少温度 你同样这个温度 带到卡诺引擎里面去 它的效率也不能大 也不能到百分之百啊 也不能到百分之百啊 所以说 你凭什么想做一个 甚至百分之九十都不可能 你怎么可以做一个引擎 效率是百分之九十八 对不对 所以卡诺是你们都标证了 你们的这个引擎的效率啊 不会比我那个卡诺 Cycle的效率来的高 OK 好 这就是卡诺引擎 好 现在我们看看绝对温度零度 这个意思 温度我们可以不断的下降 可以下降 可以下降到绝对零度吗 我们从卡诺引擎这个来看 卡诺引擎的效率是这个 对不对 从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跟这个相等 因为QC是排出来的 所以它本身是负的 负负才会正 所以这里要加个负号 这是QH 所以QC比QH QC比QH 西方热分别与高低温热库的绝对温度成正比 有这个关系 现在我们来看 假如我们这里有 一连串的 一系列的等分过程 那我们这里做一个绝热过程 那这里 这个过程 假定都是可逆的 这样子做是热机 这样子运转是冷冻机 这个也是一样 一系列的卡诺引擎 这里的热量 我们算是QH 吸进去 排出来的是Q6 就是6K的时候的温度 这是低温很低的温度 那这个热量呢 就供给第二个卡诺循环 给他 他就吸着这个热 然后拿一部分做工 然后又一部分排到这里去 然后这个排出来的 又让他来利用 一点一点的利用 现在我们看 最低层 已经到最低层了 就是零度 这是2K 再来就是0K了 那这个比值呢一定是 按照这个 2比上0 或者我们是0比2 0TC好了 Q C 0比2 那等于Q0 绝对值 比上Q2绝对值 如果最后 你这个绝对温度是0的时候 它排出来的热量就是0了 就是0了 对不对 就是0了 这个 这是0 这个比值是这样 那Q0就是0了 那就说 你这个卡诺引擎呢 它现在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Q2全部吸收 然后不排热 没有热排出来 然后可以做工 就是把Q2全部变成工 这个又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所以我们说它不可能存在 不可能存在 所以说你就不可能有这么最后的一级 不可能有这一级 你温度可以降低 可以降低 可以降低 降低 降低 它就是不可以降到0 这个叫做 热力学第三定律 就是我们可竭尽所能 使温度降得更低 但不可能低到绝对0度 这个现象成为热力学第三定律 当你温度越来越低的时候 那你要花更大更大的力气 你的技巧要用得更多更多 那这个就是 用力学第三定律 再来我们就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东西叫Android Android Android 这个字 它这里是写的3 对不对 它好像 法音字叫做D D D 就是改成这个 你头这个 它叫敌人的D字 在这个旁边 D Android 这个原因大概就是因为 D的存在就是代表 无序的增加 无序的状态增加了 它的机会增加了 就是Disorder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D 以前我们都叫做Sang 我做学生的时候 它变成Sang Sang也有它的意思 等到 下次我们讲的时候 会提到 好 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次 来跟各位讲 OK 今天我们就 讲到